我的会员小可爱又增加了一名 现在前三名都出现了 好的 那么按照惯例 我们要把所有的小可爱的名字 拿来写藏头诗 并且画一幅相关的画 我们是时代花仔小可爱 时时通天下 代代好儿郎 华张莫言甲 载量不可当 这是我画的图 手里的书变了 除此之外并没有体现出来 代代变化 但是至少人是帅的 还蛮帅的 然后找一下前面 那几个小可爱呢 小可爱 这个是给灵星小可爱的图 这是给我的第二位会员 这是给我的第二位会员 小可爱老朋友 灵星 灵珠碎玉追银河 灵珠碎玉追银骨 灵珠碎玉追银骨 当时也是做了好多图 然后最满意的是这张 然后看一下 这是我的第一位会员 小可爱的图 这个图 这个图做的还是蛮帅气的吧 第三张图的那个女的长相不行 然后就做蚊子把它挡住了 它的意境还是不错的 就是长得不够漂亮 不够帅气 好了 这就是给所有小可爱们做的长头诗 和她们的配图 配图也是根据长头诗的意境 现做的哟 都是Made Journey出品 所以一般保证是帅哥美女